查播最新消息 空军官校AT-3教练机传出失联事件 初步了解教练机上的飞行官徐大军目前状况不太乐观 连线记者刘婷婷 好的 所有观众为您今天早上查播一个让人非常遗憾的消息 在早上8点03分的时候有一架AT-3的教练机 是由空军官校110年班的徐大军少尉所驾驶的 飞行变号是AR-327号是洞852 在执行第二次单飞的时候在早上的0点08分的时候光点消失 消失的确实位置是在高雄市高山区田处一路77号附近 那根据最新的掌握消息的确在那个位置有一架飞机坠落 而根据消防局的回报呢 疑似就是空军官校的教练机 同时呢也派遣消防前往抢救 那根据最近的消息 现在传出就是消防也已经到了现场 而现场也确定证实是有一架空军AT-3的教练机 同时也寻获了大体一具 那高雄市的消防局表示出动了13辆的消防车34人搜救 而军方呢同时呢也派遣了UH-60M的黑音直升机同样的前往来搜救 而经过国防部的确认飞机为单座而机上仅为一人 那也就是刚刚提到是由这一位空军官校110年班徐大军少尉所驾驶的这架AT-3 那为大家重新整理在早上8点03分这架AT-3的教练机起飞 但是不到5分钟之后光点就消失了 而最新讲过的消息就是它并没有生命迹象 确实也让外界觉得非常的遗憾 有任何最新的消息或者空军之后有任何的经济说明 TPBS也会随时的为您来讲过 主播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P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